部長想請問這本新書 是不是特別選在參選台北市長前來發布 那是您的畢業典禮嗎 這不能這樣講 我想戰役保理最主要是我們檢疫所的一個辛勞 那本來都應該要在整體的疫情來結束 但是其實中間大家都歷經了非常多的辛苦 那剛好這本書完成 那我們及早給大家一些鼓勵 請大家給我們檢疫所的同仁鼓鼓掌拍拍手 第一個在購買疫苗我們起頭算是早 整體的計畫也算是早 那中間有一些的相關的波折有一些的干擾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國家給我們協助 那要把這個破口也補起來 所以在這個疫苗的上面 我們可以就是說在口罩前面的一個策略上面的一個成功 形成一個善的循環 如果說說藥物 藥物算是我們來的在世界裡面算是非常快的一項 到位的非常早 那使用的比率也非常的高 流程也非常的順暢 我們的使用的量大概達到確診人數的 我們達到7%多8% 比美國的4%5%還要來的高 那至於在快3原來的策略我們還是以PCR為主 所以在快1開始我們設立的一個 如果再與否 對於一個堅強的一個 醫藥界的一個後盾 能夠處理各樣的事物 那疫情怎麼樣來 我們就怎麼樣擋 根據科學的事實 還有一些國家的經驗 能夠做到最好 未來離開衛福部的時候 接班人已經找好了嗎 還沒有 你最新民調你還輸 獎萬二十五個百分點 你怎麼看 我沒看到那樣的一個民調 不過這樣就要祝福講完